荈諱 Todor,欣賞 你好,我是台江國家公園的解說員 ここ又叫蔡金柱 這是我們台江國家公園 最重要的一塊生態保護區 也就是黑面疲路最重要的一個生活環境 這裡剛好有兩條堤防 所組起來的一塊 非常廣大的伏戶地 大概有303公頃左右 那這兩條堤防呢 當時候就在1984年 及1995年的時候圍起來的 那這樣的一個一塊的伏戶地裡面的水 是非常平靜的 這一個地方也就是台灣的 最西端的一塊石地 這就是剛好提供了很多的候鳥 及黑面皮鹿 在這裡渡東與中繼站的一個地方 黑面皮鹿與這裡的廣大的環境 是非常的match的 因為這裡有非常大的一個伏戶地 及它的蜜食的一個來源非常的豐富 這裡有很大的餘溫 那這餘溫的特性 最主要它的蜜食的環境 提供了它非常好的食源 那也就是這裡面中 有很多的傳統式的虱目魚的養殖 及一些廢棄休養的一個餘溫 黑面皮鹿 它最主要的棲息的 這虱目魚餘溫的特性呢 就是因為虱目魚 只要溫度低於9度以下 它就沒有辦法活下來 所以在冬季的時候 食物魚就被抓走 那剩下的那些雜魚呢 剛好提供黑面皮鹿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密食的食物 另外呢 這個休養的廢棄的餘溫在這裡 也提供了很多的半生的鳥類 在這裡做棲息 所以這裡的環境 又因為黑面皮鹿 保護下來整個河口的一個生態系統 那黑面皮鹿為什麼重要 全世界只剩下2000多隻的一個數量 那在台灣地區 尤其這個地方 它已經佔了60%以上的數量 都停息在這個區域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渡東的一個地點 那為什麼黑面皮鹿這個物種 會這樣子稀少呢 最主要是它的密食 跟它是生活環境的一個條件的 因子的一個限制 那黑面皮鹿最主要在哪邊呢 它的特徵 最主要就在這個嘴巴 這個黑面皮鹿的嘴巴 是屬於扁扁 勺子形的一個形狀 所以台語叫做黑面蠟筊 那吃的方式也跟人家不一樣 它吃的方式是呈現一個八字形的一個方式 所以它是以觸覺型的來做密食的一個環境 因此黑面皮鹿它的密食的方式 跟一般的白鹿絲等待的一個方式是不一樣的 另外黑面皮鹿它的腳 它是呈現一個半樸的一個形狀 它只能站在土地上 它不能浮在水面上 它跟鴨子是不一樣 所以呢 它的水深只要超過30公分 它就沒有辦法在這個區域停留下來 它最適合的水深是在16公分 那黑面皮鹿呢 在這個地方最主要的密食的一個物種 大概是魚為主 然後另外就是少部分的蝦 在我們這個廣大的區域裡面 有提供了很多的食物的來源 因此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提供了黑面皮鹿最主要的一個 一個渡東的一個地點 也就是全球三大渡東地點之一 又以我們這裡台灣台南地區的 正位溪口這一塊福護地 為最重要的一個棲地 最後歡迎全球的朋友 可以來參觀我們的黑面皮鹿生態保護區 這裡是我們台江國家公園 最重要的一塊生態保護區 那這裡也是黑面皮鹿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渡東的一個棲地 這裡有非常漂亮的夕陽與美麗的海水 也有非常潔白無垠的黑面皮鹿 結成的歡迎各位來參觀我們的 台江國家公園各項的一個景點